继续来关心我国驻南非代表处 日前举行了国庆酒会 结果没有想到竟然被南非政府要求 驻管牵出首都 不然就直接要关闭代表处 针对这个部分林佳龙有说 南非政府是片面的毁约 正在距离力争当中 她说应该要透过双边的协商来解决 政府已经成立了应变小组 有关南非政府 强迫我国 代表处牵管的事件 我们正在距离力争 也会捍卫我们国家的权益 因为这个是南非政府片面毁约 违反了我们在1997年 所签订的双边的架构 也没有经过协商的过程 也看到包括南非国内的国会议员 跟媒体也都为我们发声 我们认为这个是需要经过双边政府 遵守法治 透过协商来沟通跟处理 所以我们当然也成立了应变小组 做好了各种应变的计划 我们会随着双方面的协商的情况 来做好妥善的因应